男孩男人吸引車聖元 稍微吸露寬廣的資深演員 曾出演各種不同題材影視作品 甚至觀眾們的喜愛 他也因為在綜藝節目中展現了烹飪的好手藝 而獲得車聖的稱號 車聖元在螢幕前經常展現硬漢的形象 私底下他則是個矮架的好男人 經營他登上羅皮蒂的節目 期間聊到自己的女兒耶妮 目前正在讀大二算上了大學 但仍讓自己操心不已 對此羅皮蒂笑稱如果能夠重申 自己也想成為耶妮 但最糟糕的重申 就是重申為耶妮的丈夫 引發現場報效 沒想到車聖元接著表示 耶妮會不會有丈夫還說不定 更直呼一想到要送女兒出嫁 所以感到很憂鬱煩躁 因此不願意去想這個問題 看來車聖元是個女兒傻瓜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